我們今天的信息就是在末後的世代德性 就是在這麽困難的時候 有些人說現在這個疫情是否就是世界末日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根據聖經》不是 我現在有經文的 在《六加福音》二十一章是有講到不是 現在未是 有什麽原因呢 因為會結曉的 首先我講一個重點 因為有很多人時時在網上看到關於世界末日 你看到世界末日的時候 經常都覺得我們快點等避堤 避堤就免災難了 就失蹤 即是以為想著所有基督徒就會失蹤了 就不用經歷世界災難 但聖經並不是這麽說的 那我這個其實是隱言 原因是爲什麽呢 因為我後面有講到真是怎麽得力 這個只是一個隱言 不是一個主題 就講到 在聖經講到的避堤 並不是在災難之前避堤 即是在災難之前避堤 不是在災難前避堤 而是耶穌回來那陣避堤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經文 馬太二十四章二十九節 我們都不讀 我就是這麽解釋 耶穌就說 在這個日子的災難過去之後 日頭就變黑 月亮不放光 眾星同天上聚落 天氣都要震怒 那時人子的兆頭就要顯在天上 地上的溫足都要 在全世界都看著耶穌回來 被提的觀念是什麽 很多人說 災前被提 就是 彼此圖秘密被提 秘密地失蹤 即是耶穌還沒回來 在半空中 那便突然失蹤 但這裏講到是審判 萬族都要愛好 是全世界的人都要面對耶穌回來 那他就看見人子有榮耀 有能力的 間在天上的魂降陷 然後跟著用羅雅的事情 來做一個比較 羅雅日子怎樣呢 耶穌降陷都是這樣 即是說 洪水以前的人照常吃喝家取 忽然間洪水來 全部被毀滅 亦都講到在世上沒有日的時候 即是說 講到這個經文所講的 就是 在他們沒有預備的時候 忽然間耶穌回來 跟著全世界都要面對審判 他說 在這個時候 他說 羅雅日子 進方周日子 不知不覺洪水來路 他們全都被衝去 人子降臨都是這樣 所以講到審判全世界人 然後跟著兩個人在田裏 就拿一個剩下一個 這個經文就是 災前被提的人 講到被提都是用這個經文的 除了之外 有貼薩尼加前書第四章 這裡我延詳細講了 你在網上找被提二目師 你要看到有其他的解釋 這裡講到兩個人在田裏 取了一個 撇了一個 這個就是講到被提 然後兩個女人推磨 取了一個 撇了一個 他就告訴我們 在哪個時候被提 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而在馬太二十四章 這個經文之前 有講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他的使者用號銅的聲音 這個號銅的聲音 就是貼薩尼加前書四章 講到號銅末次吹響的時候 他就將他的選民從四邊 天者邊到天哪邊 朝聚了來 所以就講到 在這個號銅末次吹響的時候 就是天使來到 耶穌回來 天使來吹響 所有基督徒 就被分開 在那時候被提 就是說我們是需要經過這個大災難 但是很多人一聽到 大災難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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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很慘 我們的神是得性的神 我今天就講到 怎樣我們在這個困難之中 來得性的 好了 六加方二十一章 就是這裡有講到 現在這個災難 並不是世界末日 最末期的災難 我們一起讀一讀 其實流生讀聖經是很重要的 六加二十一章十節 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地要大大震動 多處必有饑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跡 同天上顯然 但這一切的事已先 人要下手拿著你們 逼迫你們 把你們交給會堂 並且收在監裏 又為我的名 拉你們到軍和諸侯面前 好了 這裡講到什麼呢 在這個世界末日 之前有什麼發生呢 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地要大大的震動 很多處有飢荒瘟疫 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跡 但這一切的事已先 在這個世界末期最後的瘟疫之前 有一天發生 人要下手拿著你們 逼迫你們 把你們拉到會堂 以及收到監裏 拉到軍和諸侯面前 我們現在一直都有逼迫過 全世界都有逼迫過 全世界都有瘟疫 整天都在發生 不過這個還未是末期的瘟疫 末期瘟疫有什麼跡象呢 他說在這些事已先 就有很多迫迫 這個所說的應該指到很小的迫迫 在左下角的圖 大家看到50個國家 有嚴重迫迫的國家 紅色是最嚴重 然後呢 土色的就是中間 黃色的就是 總之都是嚴重 但是紅色是最嚴峻的 我們就看到 原來全世界 現在很多地方都迫迫 但是這個聖經所說的 應該說到末後的時候 因為敵基督出現 是無可行現的 任何國家都有嚴重的迫迫 他說在這個事已先 就是說現在發生的事已先 我用手來比喻 這個最後末期的瘟疫 這個瘟疫之前 要迫迫 這個最後的瘟疫 之前有迫迫 即是大迫迫之後 那些瘟疫才是最後末期的瘟疫 大家想不到這意思嗎 我再解釋一下 在這些最後末期的瘟疫 之前 未發生之前 有大迫迫 即是說什麼呢 現在有瘟疫 不過將來還有更嚴重的瘟疫 那有些人死了 那你 那些訊息怎麼會這樣 即是說到這麼難的呢 不過聖經又說到神的保守 神的祝福 我們就 因為我一定要告訴大家 讓大家預備好 即是不要說 沒事沒事的 沒事的 沒有問題的 而是我們真的預備好 我們自己站得穩 因為聖經說得很清楚 耶穌很清楚說什麼呢 耶穌說 在末後的時候 有很多人跌倒 以及彼此陷害 彼此恨惡 以及必有離道反教的事 一定有離道反教的事 貼上了 現在後書第二章 那麼有很多基督徒 他們沒有預備好 就離道反教 彼此陷害 彼此恨惡 彼此恨惡 那麼我 這本興信德聖的書 和我們的教導 希望興起這麼多人 站立得穩 多大的困難都好 我們得到力量 那麼我 這個訊息一會兒就講到 怎樣在困難中得力量 OK 大家有沒有問題 先有大迫白 然後先有這些大的飢荒瘟疫 即是最末期的瘟疫 大家這個瘟疫已經覺得很恐怖 對不對 但是將來更加恐怖的時候 實際上是會失控 因為為什麼呢 在那個時候 食水啊 口罩啊 都不用買的了 不用買口罩了 在那個時候 你說什麼 有什麼依靠呢 是只有依靠耶穌 世界再無安定 我們需要在神面前 即是說 我單單依靠神 好了 第一個重要信息 就是神一定陪伴 和幫助所有他的兒女 所以我們不需要擔心 在任何的情況 現在的情況 或者將來的情況 都不要擔心 在六加二十一章十四節 正先的經文之後 一節 跟著講了 我們一起動 所以你們當立定心意 不要預先思想怎樣分數 因為我必刺你們口才智慧 是你們一切敵人所敵不住 我會駁不倒的 這個耶穌答應 他說 我會賜給你們口才智慧 不是只能夠回答得很好 是那些敵人敵不住駁不倒 所以他們直接受不了 但是他們受不了 但是有些人說 但它也會被插手 的而且確 他拼不了 他拼不了我們所說的真理 但是呢 即是他們說不了 但我們能夠說出話 他們是沒有辦法受得住 沒有辦法受得住 對不起 這個口才真的 你將這裏 那些他還不會被 在說話的時候 影響在這裏 你將口下巴上一點 因為口下巴在這裏移動 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在受迫伯的時候 神會賜給我們應當說的說話 而敵人敵不住的 包含了什麼真理呢 我們一起讀中間的幾項字 神陪伴受迫伯的基督徒 神掌管所有形勢 神知道應說什麼 神效效賞賜忠心者 就是說什麼呢 神會陪著那些受迫伯的人 會和我們一起 他才會教我們說話 所以在那個困難 幾困難都好 我們唯一倚靠就是神自己 祂會和我們一起 而祂掌管一切的形勢 大家記得在善良人傳講到 彼得捉去坐牢的時候 居然天使走來和他開牢 略了出去 神都可以同樣活後的日子 同樣做同樣的事情 神掌管一切的事情 神知道應該說什麼話 所以祂賜給我們智慧 應該怎樣說 還有當我們忠心的時候 神會後後賞賜 不只是將來 是現在在迫伯的時候 神會賞賜我們 另外馬太十章十九節一起讀 你們被牢的時候 不要思慮怎樣說話 或說什麼話 到那時候 必賜給你們當說的話 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 哪是你們負的靈在你們裏頭說的 就是當受迫伯的時候 你不用想什麼 兩樣東西 怎樣說 不用想怎樣說 不用想說什麼 兩樣東西不用想 到那時候 一定會賜給你們應該說的話 因為是負的靈 聖靈在裡面指教我們 所以我們知道 其實迫伯的日子 是叫我們做什麼呢 單單以靠神 在末後的日子 很多人就覺得 哇 世界安定是最好 我們都希望 有多些日子傳呼 但是這個世界 是沒有永久的安定 因為聖經已經說了 在末後有災難的 而我們在神裡面 就有永久的安定 為什麼呢 我知道神一定保守 一定祝福 最困難的時候 神可以減輕我們的痛苦 神可以救我們出來 還有很重要的一件事 在末期 有更多義臨神跡 那哪些人有更多神跡呢 信靠親近他的人 我們一起讀 留前十二章九節 有一人蒙者為聖靈 刺他信心 還有一人蒙者為聖靈 刺他醫病的恩賜 又叫一人能行義能 又叫一人能作先知 又叫一人能便結諸靈 那這裡講到 聖靈會賜給我們 信心 以及醫病的恩賜 尤其在會後的日子 神跟我們一起的時候 醫病的恩賜更加強 以及行義能 一些不可能的事 下面我寫一些 可能可以神做的不義能 第一 聽到聖靈聲音 這個就已經說了 因為聖靈會教我們說什麼 五餅二餘 一粒餅就可以分給這麼多人吃 可能只有一粒餅 一滴水可以分給這麼多人喝 或者甚至不用吃不用喝 因為為什麼呢 波西上西拿山是不用吃不用喝的 走在水面上 那什麼時候要呢 逃走的時候 那些敵人來到水邊 我們走在水面上 按手吐告經歷聖靈 以及移山 在埃及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地下 即是它真的在地下 不是地下教會的秘密 而是真的地下 即是它不是真的地下 總之在洞裏面的教會 以前曾經在歷史上有記載 是有他們一次 因為有二教徒迫迫他們 他們就說 聖靈講義山是假的 那些基督徒就祈禱 真的在山移了 那這個真的是 我們末後日子 怎麼需要移山呢 譬如敵人來到 我們奉耶穌明從山移去 我們和敵人中間走走 那山就擋住了那條路 和聖經講到 耶穌將一切權力 祂都有和賜給我們 所有的權力 這個權力包括一切的 所以我們看聖經 我們看完我們就相信 神將一切權力賜給我們 而祂是常要的同在 和什麼人同在呢 使萬人作祂的門徒 不只是信徒 是跟著祂 信了祂的 凡耶穌吩咐都教訓祂遵守 也都奉耶穌明施洗 施洗 但是在教會裡面說 就是牧師傳道 就是這個教會所立的 牧師傳道施洗 但是在受迫伯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教會 你周圍都沒有牧師了 的時候 基督徒是可以絕對施洗 在現在這個時候 如果有人 真的馬上要死 牧師趕不及來 你可以和祂施洗 但是如果牧師可以來得到 是應該找牧師來的 不是我們就隨意 我們自己就 立即和祂施洗 除非是最緊急的時候 但是基督徒的 的確有這個權力的 如果去到宣教 那裡沒有牧師傳道 有人真信主 你幫祂清楚 祂的信仰是可以為祂施洗的 好了 先說到神和我們在一起 那 創造天地的神和我們在一起 什麽都搞定的 這一點我希望大家相信 你現在再說一次 有全能的神和我們在一起 什麽都搞定的 祂常願我們同在 什麽都搞定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擔心的 還有臨後十二章九節 一齊到了 祂對我說 我的恩典教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面 完全 就是祂的恩典夠用的 祂一定夠我們用 那有時我們就說 哎呀 很困難 怎麽算呢 在困難中有力量 我自己有想過 如果有一天 很痛 或者被人打得痛 或者病得痛 那又怎麽樣呢 譬如我自己有時 不舒服 我都是一路去想著耶穌 愛著耶穌 我就不是馬上求 我是愛著耶穌 讓神的同在加強在我身上 那麽時候 神的同在帶來更大的衣治 和祝福 更加舒服的 是我們現在可以學習 那我希望訓練到大家 隨時一想到耶穌 立即有神的同在和舒服的感受 叫我們肉身安然居住 那麽在任何迫白的時候 都能夠站得穩 那麽 那麽 聖經講到就是 主輔助軟弱的人 又加恩 又加力量 叫我們可以成為精兵 不只是叫我們逃避 有基督徒只是想著逃避 我們不只是逃避 好了 我們迎見末日的心態 應該是怎樣呢 在路加有一章二十五節那裏說到 這裏說的是海嘯 在耶穌的時候是沒有海嘯這件事 但聖經說什麽呢 耶穌說 因爲海中波浪的響聲 那些人就方方不定 那這就是末後人的心態 現在都很多人方方不定 赤子都要搶 那麽就怕著死了 赤子 趕不及出 那麽怎麽算呢 那麽就搶 結果搞到更混亂 那這就是人的 方方不定 還有呢 天勢震動 人們想到將來要發生的時候 嚇得魂不附體 即是在末後的日子 那些人是會很害怕的 但相對二十八節那裏說什麽呢 我一起讀 一有這才是 你們就當挺身昂首 因爲你們得熟的日子 更是要我們就挺身昂首 靠主作美好見證 荣耀神的名 去祝福人 那麽時候呢 就神所喜悅的 就是這個心態 好了 我弄了個三角形 這個不是普通三角形 是彎彎的 為什麽彎的彎彎 是講到不同的基督徒的層次 有不同的層次 在末後的日子 最下面是最多的 因為這個彎的三角形 是最多的 只想逃難 和容易跌倒 很多人都講的 大家都聽過 說耶穌何時回來 跟著買很多食物 跑去大陸 跑去山上 跟著耶穌又沒有回來 聖兵何時叫我們有災難 快點逃走呢 除了在猶大 在猶大 當敵基督站在聖地的時候 你就要逃走 逃到山上 但如果不在耶穌撒冷的時候 我們逃去那裡都沒有用 那裡也是沒有水的 一樣沒有水的 所以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 不要只想著逃難 而且有些基督徒 很容易跌倒 一迫拍 立即跌倒 因為他在眼前 但如果我們知道 神祝福一切 神起 神現在在這裏 我就算受擊拍 其實他比我慘 因為他將來要受的審判行業 是重的 神血都可以爛了他 我只是做好見證 我能夠榮耀神 那我就得勝 好了 上一層 有些穩定信主 但是很少果子 即是沒有想到 怎樣給神用 上一層 想救人 但是力量不夠 怎樣有力量 就是親近神 以及依靠神 以及被訓練的時候 力量就夠了 上一層就是 時事為主作見證 下一層是想 不過沒有做 再上一層就是救人 然後 再上一層就是 曾經受過訓練 果子更多 在我 在我順著之後 因為我向很多人傳福音 和我研究很多各樣的人 我和人傳福音的方法 是有很多種的 我可以有時講到 和有些人講到 有些人 他短暫離世 他這個憑死的經歷 其實他叫憑死 其實已經死了 他這個經歷 是科學界都承認 真是他死了靈魂出竅 看到周圍的事 是證實他不是失蹤 不是沒有了 這個都可以作為傳福 即是我們有靈魂 而且有很多人 他們就信耶穌 看到天堂 看到天使 看到耶穌 是很充滿愛的 而他們的整個生命改變 但有些人 譬如有些人信一些異教 他們是去到地獄很慘的 所以完全是不同的層次 其實我有很多方法 證明有神的證據 我研究很多 在記憶裡面我都記得了 可以隨口說出來 因為我熟悉記憶 這就是訓練 然後再上就是聖明充滿 有些人經歷聖明 就以為聖明充滿 經歷聖明不一定充滿 充滿就是時事同神 有密切關係 隨時祈禱 神的平安喜樂和人愛都充滿他 並且滿有動力 他不怕受苦 他知道為主受苦是有福的 還有最重要就是策略性的侍奉 有策略 同樣你幫一個人傳福音 你不斷說不斷說不斷說 他明明都不開心 你不斷說的時候 你講些跟他無關的事 他不會聽得入耳 我有策略 他這麼不開心 我就在他不開心地入手 也都在事逢 譬如為何我寫了這本書 為何我送給人呢 因為我就是這個策略 我想祝福教目 這是一個策略 我希望大家都會有策略 我怎樣有呢 是一定從神而來 不是我們想出來的 而神一定喜悅和祝福 你想在哪個層次呢 很多基督徒 聽很多道都是在最底層次 自己想逃難 但是沒有想到我們怎樣給神用 給神用的是最重要的 怎樣得力呢 很重要一定是親近神 我將耶穌華 在詩篇十六篇八節 一起讀 我將耶穌華 放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 我便不知遙動 因此我的心寬理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又要安然居住 這個經文好像都講到親近神的好處 將耶穌華 放在他面前 我便不知遙動 因此我的心寬起 我的靈快樂 肉身又要安然居住 很明顯講到一個 因果和後果 因由和後果 因由是親近神 後果是心寬起 靈快樂 肉身又要安然居住 在最困難的日子 我都希望大家 時時能夠靠住得力 那你首先怎樣做呢 是現在做 現在做 當你看新聞台很煩戀 立刻做 立刻宣告神的恩典 立刻得力 這樣的時候 你將來在這麽大的災難 的時候 你就站得穩 其實 我們可以想像 現在這個 算是小穩益 為什麽呢 還是有方法醫治 還是有人醫治 並且還有醫療的工具 即是屬於小穩益 已經這麽恐慌 我們求助幫我們 站得穩 不要緊的 最重要的 不是我們鑽毀自己 而是鑽毀神 神一定有祈禱的恩典 來計劃的 那這三種祈禱 我希望大家時時記得 恩典的祈禱就是 經常宣告神在愛我 祝福我 陪伴我 敬拜祈禱就是 讚美神 感謝神 神捉住神 耶穌我歡喜你 歡喜是很重要的 以耶穌為樂 神就將你心裡所求的 賜給你 然後 互動的祈禱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有應用 有幾個人現在正在做 互動的祈禱 有幾個人正在做 我希望大家可以開始做 我已經講過幾次了 為什麽互動的祈禱 因為聖經說了 我們親近祂 一定親近我們 要扣門的 就給祂開門 當你愛神 神就為你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神就為你預備 最好最好的 神答應了 我們什麽的行動 祂有什麽回應 是否真實 是真實 互動的討伐就是 我相信神答應祂一定做 我親近祂 祂是因我們歡欣喜樂 而愛我們且 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祂就很開心了 當我一把心給耶穌 耶穌就很喜悅 神就接受了 當我祝福一個人 神就一定留意 神就紀念 神就賞賜 即時賞賜 和加力量 神就欣賞 這個人是祂要使用的人 這個會和我討伐有什麽用呢 我自己起床也是這樣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我心裏就有意念了 神現在很歡喜 神在笑著 神在笑著 這個討伐幫助我們得力 因為很多人祈禱就是這樣 神快點來吧 哎呦很慘 哎呦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 他轉為不開心和困難 有時祈禱只是訴苦和致連 是不會開心些的 但如果他說 我現在祈禱神很喜歡很喜歡 神一定加力給我 他即時有力量 這一種的討告是幫我們隨時隨地 就算有時我們失敗 做錯事 犯罪 那我要去怎樣 我立刻說 我悔改天上為我 歡喜 哇天堂 那麼多天使和神都在開心笑 這些信念是根據聖經 不是飆墓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任何時間都會歡喜快樂 我希望大家記得這個互動的討告 並且時時用 經常都說 我一身的神 神就歡喜 我一遵從神 無論做任何 出於真心的事 出於真心很重要 不是表面 有些人表面做 那些神會歡喜 真心做 神一定歡喜 神一定紀念和賞賜 而且很重要 為何長期被聖年充滿 就是對付罪 因為罪就是破壞 任何的罪 在這裏很煩悶都是罪 埋怨也是罪 怨恨人生氣人 那人對我不好 很生氣 都是罪 我們任何這些都處理 那明明他壞 他壞是他的事 我用他俗語說 你不要拿屎上身 他犯罪 你為何拿他的罪上身呢 他犯罪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 因為他受影響 那我們就放手 不要緊 其實很多時候 不願意處理罪 不服氣 不鋸 他那麼壞 我一定要罰他 在這裏生氣他 你越生氣他就越損失 那我們就說放手 不要緊 他咬我不親 所以耶穌說的話 他只是殺你的身體 不可以殺靈魂 其實他殺身體 你沒殺到 他只會罵你 你沒殺到你的靈魂 根本不用放在心上 轉身是這樣的 他未成熟 不要緊 放手 這是處理罪 還有聖經 時事都記住聖經 為何聖經記得那麼多 那個方法是甚麼 你喜歡聖經 聖經說的話 神阿愛祂的預備是這麼好 我就記住這個經文 你重複讀幾次 明天又再讀 一路讀 讀讀一下 你一定記得 有人說一句說話 你一個月記一句金句 你已經有很多句金句 其實個個都做到的 不過很多人就沒有這個心 希望大家真的觸實聖經 和有信心 聖經說了我一定相信 觸實祂 討告 長時間討告 這是很重要的 討告是和神相連 遵從神 不只是經歷神 是遵從 神所吩咐 全量福音 神就起悅了 神就充滿了 誰全福音 神不知道 神會將他的靈降到身上 和處理生命 所有的罪 負面思想 都要處理 按手祈禱 和聖經充滿的罪會 是有幫助的 以耶華為樂 祂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這真是很好的恩典 為何以耶華為樂 我告訴很多人 可以怎樣整天祈禱 有些人說 你做的事怎麼祈禱 只要心裡說 神真是好 我預備信息 我跟人聊天 我心都說 神真是好 你不用用字 心裡喜歡 我用一個比喻 當一個人戀愛的時候 他需要用一個字 我真是很喜歡他 需要這樣說嗎 不用的 他的心自動會喜歡他 就是以他為樂 我們想到神 神真是好 他心裡喜歡 就已經是祈禱 已經是感恩 所以你經常說 神真是好 那就是主 剛剛昨天 我在一個群體裡 我們一起聚集 也介紹給很多教目 認識這本書 有一個神學院的院長 他跟我說 聽你說話 真的很興奮 你有種感染力 為何你這麼開心 為何你這麼 因為神而感恩 我說很簡單 我真的看到神 很多好東西 我經常都記住 我記住 我覺得 真是世上沒有一個人 好像這麼好的 所以我就很喜歡神 很喜歡神 我就自然反應 他說是 很多人不懂得感恩 我希望大家都感恩 我就以爺王為樂 他就給我們力量了 好了 怎樣得勝 怎樣得勝 第一 不要做逃兵 我們個個有使命在身 你跟隔壁說 不要做逃兵 我們個個有使命在身 不要說 不行了 我不行了 輪不到我 個個人都可以成為精兵 只要我們聽話 可以成為精兵 但有些人一輩子都說 我是失敗者 希望求助幫我們 我們靠著耶穌 一定可以得勝 只要我們入親近祂 一定得力 第二 勝利是神給我們 我們今天下午說到熟靈爭 因為有很多人以為熟靈爭 就是呼喊 鳳爺鬆明 那些邪靈要走 我們趕邪靈就是 但是 聖經說到這個 我用兩個經文 一個就是 《寺筆所書》第六章 就是講到在真理裡面 和神有密切關係 這樣是得勝 因為神已經得勝 我們是拿祂的得勝 不是 你趕邪靈離開這個教堂 或者離開香港 九龍 我們就聖過魔鬼 因為有很多人不信耶穌 你趕極 祂都會留在祂身上 而是我們生命得勝 另外的經文就是 《高林多》後書第十章 也講到如何 是功夫一切的刑慮 就是 將所有令到人 那些心裡面有疑惑的 那些東西全部除去嬌人 心意奪回事 都順復基督 這就是得勝 就是誠的心歸向神 我希望大家 如果你下午留不到 你就可以 Facebook找 《復興宣教示功》 就會看到我今天下午的訊息 我也有經文去分析 拆解 好了 因為耶穌是凡事得勝的 聖者和敗者 誰得勝 誰失敗 在乎一件事 有沒有信教親近遵從 是在乎這件事 你的生命是怎樣 和神關係是怎樣 你就得勝 你和神關係好 你就打贏 和神關係不好 就會說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我沒有力了 我們都會有武力的仇 立刻說 神現在給力我 神現在幫我 不用擔心 我都試過很多時候 給別人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但我立刻說 不要緊 我不用放在心上 不用介意 我即感謝主 立刻可以放手 相信聖經所說的末期 一定有瘟疫、戰爭、妖亂、地震、迫白 一定有 而神掌管一切 所以神一定祝福福音的使者 所有的福音使者 神一定祝福 一定賞賜 而聖經講到 當耶穌說了災難的時候 聖經講到耶穌說什麼呢 但這個福音要傳遍普天下 向萬民作見證 而末期才來到 在這個迫白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 福音要傳遍偏下 而福音傳遍偏下 很重要的就是 興起精兵 精兵能夠站得穩 以及堅固其他抵影子會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我事奉裡面 很重要的就是 訓練人 興起人 如果你回不到 一星期下午 你跟我說 我很想受訓練 你可以看回影片 以及你將一些 你在做的事 例如你所說的訊息 分享 你做的事 寫的事 傳給我可以幫你 怎樣提升 我是樂意 我的事奉神呼召 我最重要是 興起人 去服侍主 將整個生命 獻上給神 就能夠進入 神的善良 純存不可欺的止 就是將身體現象 當作活跡 不要下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的變化 其實很開心的 因為世人是很重的 世人很煩惱 我看到周圍的人 都是很多很煩惱 很害怕 很不開心 有些一看到新聞 馬上認識 他看完就馬上認識 或者一邊看 一邊罵某一方 做得不好 他做得不好 即時是情緒 但我們基督徒 我們說不要緊 生也好死也好 在神的手中 反而神就保守你 神就說這個人很厲害 我一定會保持他 生存下去 讓他祝福這麼多人 我們將身體現上 當作活跡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因為這個世界是害怕的 就是關於自己的 還有呢 心意更新而變化 給神去更新改變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察驗 神這個善良 順全 應該是完美的計劃 我在上次講到 這個完美的計劃是怎樣 因為神是凡事成功的 必成就祂所起業的 所以我們走在神完美計劃 我們的生命 是會有很多的成功 我意思是成功 不是一定說你賺大錢 而是我們做每一件事 做到神想達到目標 並且是會極少極少 個人的失敗 個人失敗是甚麼呢 發脾氣 猛症 怒吵 得罪人 破壞自己的生命 和侍奉 這些是失敗 當一個人走上神的路 他是會極少失敗 神會指引他 甚至你的造工 神都會安排 為甚麼呢 你造工不行了 你怎樣侍奉呢 神會安排你的工作 讓你能夠安心去侍奉 所以我希望大家深信 這個善良順存 原理計劃 是最好 像日室被出賣的時候 他聽神的話 神就叫他一路提升 我們的目的 不是為了賺錢 我們的目的 是為了榮耀神 無論你是做甚麼工 不一定是個季傳道 無論你做甚麼工 你都榮耀神 神就起業 你就進入神 這個善良順存 可起業的旨意 你整個生命就發揮了 大家想不想這樣 是可行的 心中不要說我是失敗者 我一定做得到 一有負面 立即處理 我不用負面 不用擔心 不用憂慮 神在幫我 我為甚麼害怕呢 全能的神在幫我 為甚麼害怕呢 還有任何形式的榮耀神 都是侍奉 不要想到一定要上台 不是一定要正式去做甚麼侍奉 臨前六章二十節 因為你們是重甲買來的 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 榮耀神 整個人是榮耀神 包括甚麼呢 大家看到 讚美神 就是榮耀神 喜樂都是榮耀神 整個都是喜樂平安 這是榮耀神的 言語上榮神益人 說說說祝福人 榮耀神 神就歡喜了 行為上榮耀神 對人總是好的事 全人福音 任何的認識 只要你滅出神的生命 你就是侍奉著 所以我們可以 二十四小時 都是侍奉著的 還有是行動的愛心 傷害不僅在言語舌頭上 而是在行為和誠實上 在言語行為誠實上 愛人是神所喜悅的 以及及時會應人 這些說到在末後的日子 很多人很優秀 我們承認 我們跟他說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知道你煩惱 這些聖經有說的 這些末後要發生的事 但是這個神是全能的 將來我們去遇到天堂 你想不想得到這個救恩呢 首先我們先回應他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們都試過不開心 很多煩惱 經歷到聖靈的幫助 你想不想我為你祈禱呢 這就是神可以幫助你的 經歷聖靈報道法 尤其在受迫迫的時候 有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因為不只是講道理 是經歷到 我曾經為人很多次祈禱 他們跟我說不同的反應 他們說 原來可以經歷神的 原來信耶穌是這樣的 他說信耶穌應該是這樣的 因為這樣才是活神 有些人跟我這樣回應 就是原來看到神是一個活神 那我這個經歷聖靈報道法 的程序是怎樣呢 首先聆聽回應人 他不開心就聆聽 回應他就不是馬上說 耶穌幫你 而是說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知道你很煩惱 我知道現在香港很多人都很辛苦 很不開心 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我們回應他 然後分享自己 我自己曾經如何得到幫助 或者某人得到幫助 如何得到喜樂平安 就邀請他 你想我為你按手祈禱 我會這樣說的 在教會裏面 我們就說 所有服侍人員 是經過牧師的批准 但當你發覺 你和神關係是 即你是親近神的 你又處理生命 你不是覺得有邪靈 又不是覺得有些 情緒影響你 你親近神 真的盡都是好的 平安喜樂 你是可以放心為人 按手祈禱 耶穌的心是 信的人 有神跡除入他們 就是奉我明 趕鬼 以及搜案病人 病人走些號料 每個基督徒都可以做 我每次為你祈禱 或者教會牧師為你祈禱 其他人為你祈禱 是想你經歷到聖靈去祝福人 就不是想你 只是自己經歷 當你多經歷 回家隨時 親近神 阿聖靈 立即有平安喜樂 就是神和你一起 神和你一起 神會幫你 你隨時有聖靈的恩膏 你為人祈禱 是感受到的 是感受到神的同在 你就隨時得力 你就為人祈禱 他便容易經歷了 然後你就問他 請你閉上眼睛 在祈禱時沒有甚麼經歷或感受 然後他說 有啊 有平安興散 這個很多人都說的 那你就說 聖經答應了 他將勞苦擔重擔 重擔拿走 叫我們得安息 那耶穌祝福你 你想以後得到祝福 耶穌真的幫到你的 那如果祂願意 你就解釋救恩 帶領祂信主和悔悔 以及如何跟從神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經歷聖靈奉路法 當你用這個方法的時候 你發覺是容易帶人信主 我用這個方法帶過很多人信主 是 有些人 他說 有一個人我傳了福音很久 他都不信 我說你帶他來 那我就跟他說 神很真 真的有天堂 真的有神 真是祂現在來幫你的 你祈禱可以經歷 那他說是嗎 我說是 一會兒祈禱你可以經歷 你投入可以經歷 那跟著我跟祂祈禱 我問祂有甚麼經歷 他說很平安很英雜 他說神這麼真來到他身上 那是否很真 他說是 那你想 如果天堂這麼真 天堂這麼真 你想相信祂 有很多人說 我願意相信祂 我希望大家 都能夠用這個方法 在門後的日子 能夠升級 成為一個給神用的人 你當你給神用 神一定喜悅來 神一定預備 為何我能夠這次 將興宗一聖送給這麼多人呢 因為神的預備 當我們走神道路 神的預備 我希望大家 在神面前 真的有神了 在門後的日子 我不要注目在災難 我不要注目在社會的困難 這些一定有的了 我注目在全人的神 我想大家一起 慢慢 如果你想 我想唱師公不唱 師琴不可以 我們在神面前 如果你說神 我願意在梅浩的日子 成為你的精兵 我願意走神的路 我願意靠主建立我的靈命 不要做一個軟弱基督徒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想請你 站起來 神可以願意 神就很歡喜 你真心做 神就很歡喜 當你真心做 神就歡喜 Oh Yes Oh 我們黑文化的香薩說 Yes Oh Aleluia 我愛你 我愛你 Aleluia Yes Oh Yes Oh Yes Oh 是主 Yes Oh 是主 Yes Oh Yes Oh Yes Oh 向我們 說話去感動我們 神去感動我們 神去感動我們 在梅浩的日子 就要分辨 誰是真 的兒女 誰只是為了自己 在這兒 在這時候我管理大家 現在神 我願意靠著你 向著你的方向去 我願意靠著耶穌 放下我的懼怕 放下我的擔心 因為神是掌管一切的 耶穌是掌管一切的 祂完全是掌管一切的 就算是比喻 受迫伯的時候 神可以開監獄的門 帶祂出來 在受迫伯的時候 神可以用 神的歧視來拯救我們 但即使我們受迫伯 受苦的時候 我們都不怕 因為神就歡喜 每一次的鞭打 會帶來神更大的祝福 如果你這樣想 你就不怕了 受多大的苦 是帶來更大的祝福 只要我們信靠祂以靠 噢耶穌 耶穌 我願意跟祢 耶穌 Hallelujah Dame耶穌 Dame耶穌 我跟隨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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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 我願意 我們每一個人跟神去講神 我們願意怎樣跟隨 你現在跟神去講神 我願意怎樣跟隨你 我願意在這個門口的日子 如何跟隨 這本書 輕鬆得性可以用來送給一些基督徒 幫祢的靈命 甚至非基督徒他願意看 他看完 原來信耶穌是這樣 他都願意會信耶穌 所以你可以使用這本書 耶穌幫助我們 加力給我們 與我們同作 Oh 耶穌 這首歌 我已經決定你 懂不懂 我已經決定 要跟隨耶穌 要跟隨耶穌 我已經決定 要跟隨耶穌 我已經決定 要跟隨耶穌 永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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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施奉耶穌 我已經決定 要跟隨耶穌 永不改變 我要施奉耶穌 我已經決定 要跟隨耶穌 要施奉耶穌 我已經決定 要施奉耶穌 我已經決定 要施奉耶穌 要施奉耶穌 永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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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幫助我們加力量 我們在一個世界困難的時候 在一個動盪的時候 在一個動盪的時候 很多困難性燃離的時候 我們說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依靠神 親近神 尊重神 侍奉神 是最重要的 所有一切都要過去 世上的時間不多 雖然我說 最大的迫迫未來到 最大的災難未來到 但我們覺得是快了 為什麼快呢 因為這些普世的困難 一直這樣發生 是快要進入 將來敵基督使用這些機會 當很多人驚恐的時候 他就出現 所以這是一個敵基督 快要出現的時間 求助幫助我們 靠著耶穌得勝 作詞